金腳亭 我的美女腳亭 各位親愛的攝影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 兩個禮拜沒來了 今天又接到國業的電話說 來擋腳亭 真的是很高興 更高興的是 因為頻道兩位優秀的攝影 金梅跟後游 他們兩位我覺得 在今天的主題上面 他們都非常的竊筆 能掌握到今天主題的精神 就是最夯是什麼 不管是人還是事還是物 都可以是最夯的 金梅她的 最夯的東西就是電子書 剛剛我們的後游 柏樂 柏樂也有講到 也是講這個東西 兩位的內容都 都有講到她的好處 就是金梅她主要還扣到現在最夯的 減能減碳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 因為電子書她是 就是除了帶來便利之外 她還可以讓我們少用一些指章 然後她也做了一些分析對市場價格 還有她目前黑白提供了一些資訊 最夯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除了是最夯之外 帶給我們個人的影響是什麼 還有帶給目前整個眾人 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如果就是在電友上面有多去採付它 我會覺得是一個棒的理由 生物中的演講 那金梅她有做到這一點 那儀太啊 因為是舞蹈老師 還有台工呢 眼神 舞台的魅力 這個當然就不用我多說 真的是就是很棒的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點點破題 剛剛那個上一位理由她有破題 那金梅剛剛我好像是可以聽到破題 如果再把它加一個破題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生物中的演講 就是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講到我們的 我們的可愛的命被宰奶 真的是很棒 臨時被邀請上來可以講的 這麼的有趣生動 讓你印象深刻 他有這樣的風格 也給我們帶來一個知識 因為我不曉得所謂的宰奶 他就是專注